卓劇場第三部劇集 誰說媽媽向月亮 改編至高炳函律師 親身經歷援助 山東少年傳奇 19日舉行首映會 全體演員齊聚 高齡88歲的高炳函律師 也親自出席啦 其實之前看到高律師的 山東少年傳奇這本書 我那時候就非常感動 因為你很難想像 這是一個真實發生的事情 就是在這二三十年來 然後高爺爺陸續的把 就是這些老兵們的骨灰 送回他們的家鄉 而且這全部都是他自己去完成 那我那時候在片場 第一次跟他見面的時候 就有跟他表達我的這種興奮之情這樣 他就是很開心 因為他覺得這段故事能夠被改成 對 讓大家看到 其實也是很很棒的事情 就這次拍的時候其實蠻緊張的 然後今天要看也是很很期待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在拍的時間 並不長 然後大家其實整個組的壓力都蠻大 其實我也是蠻緊張的 這是算是真正的第一部戲 就是公開的記者會 就是也是蠻認真的一部作品 以前也很認真 我可以說真的話 以前也很認真 但是就是真的特別開心 然後很期待就是今天 看到我們自己的作品 有就是播出之後會號召本思一起 收視破的我對這比較沒有概念耶 我也沒有什麼概念 這有請我們這個人氣王 人氣等等 不是 福利嗎? 小弟老師我們有什麼福利 老師我們被問說收視破多少有什麼福利 老師落腹肌好了 老師要落腹肌嗎? 就男生代表落腹肌好了 女生是自主決定 自主決定 看得出來老師有點小偏心喔 卓局長這次推出的所有巨機 已經陸續在My Video上架囉 千萬不要錯過這些精彩好戲啊